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脚师傅 看到身后这些字了吗 没错 我现在就在成都来参加今年的成都车展 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出发吧 看看今年都有哪些重磅车型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东风标志 在今年成都车展为消费者带来了哪些车型 今年成都车展当中的东风标志带来了508L的2022款 新法式SUV家族 全新4008 5008等多款重磅车型登陆了荣城 刚刚在8月27日上市的新法式驾控旗舰 东风标志508L2022款 凭借着标配10英寸中控触摸大屏 升级搭载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以超越同级的豪华品质和沉浸式体验的直觉驾控 成为了本届成都车展中东风标志展台最热的车型 作为东风标志品牌换新后首款旗舰轿 东风标志508L2022款 从设计第一梯队 服务第一梯队 保值第一梯队 全方面诠释新法式价值 产品亮点上东风标志508L2022款 搭载第三代全杆冠座舱 全系标配的10英寸中控触摸屏 与12.3英寸液晶仪表和赛车式方向盘 组成了黄金三角 东风标志508L2022款 还传承了标志的百年赛道基因 经历CLDR大师级底盘调教 并采用媲美豪华中高级运种家教的五连杆独立悬架 变独立悬架 在舒适 标准 运动 三种不同的驾驶模式下 可对悬架进行软硬调节 满足不同路况下对底盘的操控性和舒适性的需求 东风标志508L2022款搭载的1.8T 涡轮增压 直喷发动机 可输出155千瓦的最大功率 匹配原装进口爱信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完美平衡了动力性和燃油经济性 值得一提的是 操控和配置在上机后的东风标志508L2022款 售价依旧与以前保持一致 具体来讲 东风标志508L2022款 拥有1.6T和1.8T两款动力总成 共5款车型 其中360THP PureTech先锋版和驾驱版 售价分别是15.97万元和17.57万元 400THP PureTech驾控版 御动版和机型版 售价分别为18.97万元 20.57万元和22.47万元 产品增配不加价 以及购车和服务政策的持续升级 也进一步推动了东风标志销量的增长 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8月 东风标志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022年全年销量 同比增长是100亿 今年4月在上海车展中 东风标志明确了新的品牌定位 并发布了全新新师战略和新的品牌承诺 以信赖至未来 基于新师战略 东风标志深入打造极具设计感的品牌形象 建立数字化车主生态圈 让用户充分体验标志多元化动感驾驭体验 并以用户信赖为宗旨 100%良心品质承诺 100%保驾新车承诺 100%直达总经理承诺 为用户提供高品质出行服务需求 接下来东风标志将继续全价值 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理念 不断深化新法式车型价值 和五新守护服务承诺 努力打造一个与师粉共创 共智共享的数字化车主生态圈 从产品服务品牌体验 和今年1到8月的整体销量上来看 东风标志是正在以全新的姿态 全新迎回中国市场的信赖 未来东风标志还将持续推出 更高品质更高品位的产品和服务 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新法式高品质用车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志чив 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原因是山黄新社代酒店 sais 感谢观看